我不管,你要是不给我加钱,我就不搬离这个地方,这个大肆叫嚣的男人是湖北郭家湾村的杨先生,而让他露出了这一副难缠的嘴脸,无外乎是因为一个例子,2011年在湖北省宜昌市郭家湾村聚集了一种房地产开发商,他们准备在这里开发出一个产业园区,杨先生也是这村里众多拆迁户中的一员, 可就在开发商和村子里的住户都协商好了具体的拆迁事以后,这位杨先生却突然反悔了,甚至连夜将家中的住房加盖一层楼,只为可能存在的千万赔偿款,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? 才让杨先生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转变的揭秘案件,洞见真相,每一案都是社会的缩影,欢迎小七七文馆,小村庄营来拆迁,随着社会的发展,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淋漓起来,能用于城市建设,城乡规划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,为改善这一情况,国家也出台了很多拆迁征地补偿安置措施,保障老百姓的拆后生活。 比起富二代来说,拆二代在一段时间形成了一种令人艳羡的身份,只要自家的墙上用油漆大大的写上了一个拆字后,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家庭日后的生活,可以得到实质性的经济保障了。 这个拆字更多代表的就是随之而来的拆迁款,代表的是一笔可观的财富,在当今社会通过拆迁赚钱的例子有很多,但是在拆访的过程中,人性的贪欲可能也会随之成倍增加,导致了拆迁的具体事项很难推进。 这步在2012年,湖北省的郭家湾村就发生了这样一起事件。 2011年,平静的郭家湾村来了几名开发商人,给这里带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。 原来,他们村子所在的位置,已经被纳入到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建设范围。 这几名开发商和当地政府,想把这里开发成一个产业园区,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。 他们亲自到此地,也是想尽快敲定拆迁一事,为自己谋求一些经济效益。 开发商先是把这件事情和村委会商量了一下。 大家一致觉得这件事情是双赢的局面,村委会对于开发乡村造福百姓的好事,自然高兴不已,赶紧用大喇叭通知了乡亲们。 在通知消息的时候,村干部也顺便提起了开发产业园。 能拆迁到每个房子住户的房子,也将会给予他们一定的拆迁赔偿金。 随着这个消息的传播,这个小乡村瞬间便炸开了锅,村民们纷纷走出家门,奔走乡狗。 在这样一个小村庄中,若是靠自己的努力,想要在县城里买一栋房子,那是要付出半辈子努力的。 可是现在,只需要在同一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,不仅能够拥有在县城里的房子,甚至还会得到一笔不小的赔偿款。 这对于村子里的大部分居民来说,绝对是一件好事,村民们的热情高涨。 最后,大家聚集在村委会开始商讨,每家每户能得到多少拆迁赔偿款。 而政府这次给每家每户的拆迁补偿方案,也是非常人性化的。 是按照每家每户房子的大小以及人口,来给他们分配在城市里的楼房数量和赔偿款的金额。 可是,但凡涉及到利益的事情,总是会出现一些争吵的。 国家湾村拆迁安置办法,条例的签订,村子里的村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更多的房产和赔偿。 因此,每个人都开始宣称自己家的土地占的面积更多,处理每家每户分得的赔偿款一事,就让村委会忙活了好长一段时间。 不过大家也都邻里相亲的,住了很多年,倒不至于为了一点点钱就撕破连灭。 只要赔偿款项相差的不是太多,村民们也大多都同意了,在政府的协调之下,配合安置。 于是,在2012年,国家湾村全体村民就讨论通过了一则,国家湾村拆迁安置办法的条例。 这则条例明确著名了,拆迁后将会给该村529户村民海建安置小区,政府将共建房屋1340套,并为他们落实符合政策的湿地农民养老保险。 而配合拆迁安置的村民里,就有杨先生。杨先生家,是一个拥有着上下三层的小楼房。 开发商决定,按照他们家三层的供摊面积,尽数赔付给杨先生。 他家得到了近200万的赔偿款。杨先生听到这个安排后,也是十分高兴。 他也和村子里的居民们一样,很快就在拆迁同意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,同年9月份。 杨先生和其他签字的村民一样,早早地就把自己的补偿款拿到手了,拿到赔偿款的村民们却有些伤感。 大家毕竟已经在郭家湾村住了很多年,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,对这个村子还是有一定感情的,马上就要离开这里,前往其他地方生活了。 很多年迈的老人还是有一些不舍,于是大家便商议着在村中的广场上举办一次宴席。 作为他们对这个村庄最后的告别仪式,在村委会的组织下,大家在广场上大摆宴席,工丑交错,谈天说地,酒过三巡之后。 有些村民已经开始有一些醉了,想到什么就说什么,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。 我这辈子都没有想到,自己还能等到这一天。 家里那两间茅草屋,经过拆迁之后,还能够住上城里的楼房。 你说人的命运可真是瞬息万变哪。 杨先生也在一旁听着大家的发言,在几句简短的谈话中,当他了解道, 这个人仅凭着几间茅草屋,就可以分到与自己差不多的房产面积和赔偿金。 这让杨先生的心理开始变得不平衡起来。 回到家后,杨先生思前想后,心中越发不平衡了起来,他最终决定向开发商再多索求一些赔偿金, 价盖房屋,索要更多的赔偿款。 第二天,杨先生便找到了村委会,声明希望能在自己的土地赔偿金上再多加一些钱。 杨先生认为自己给出的理由非常的合理。 他声称,自己现在住的房子是家里的老人一辈一辈地穿下来的。 可是传到他这一辈的时候,房子因为年久失修,有很多地方都变得不牢固了。 所以他在2005年的时候,就和家人花了很多的钱, 把自己家的这栋三层的房子从里里外外都进行了翻新。 那次重新翻新,他也更换了家里很多的家具, 甚至还请人帮忙翻修里里外外花了很多的钱。 而现在才仅仅住了几年,就要拆迁。 杨先生觉得自己之前花费的装修费非常的不合算, 所以才准备想再多要一些赔偿款。 村委会在听说杨先生这般无比的请求之后, 立即拒绝了他的请求。 当初在签订好拆迁协议的时候, 他们就已经把上面派发的房子和补偿款都合理地分配好了。 因为杨先生自己感觉不满意, 想要再给他的拆迁房追加一些补偿款。 这无异于是在坐地起驾。 若是同意了这一请求, 其他乡民们很有可能会纷纷效仿这一做法, 完全不利于推进房屋的拆迁安置工作。 经过很长时间的调节, 好不容易让大家的心中觉得已经是一碗水端平了, 可不能因为这一个无理要求。 再次让大家心中的那感成失衡了。 所以村委会给杨先生的态度是绝对不可能再多给他家任何的赔偿, 还是让他按照已经签订好的协议履行之前的承诺, 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继续动之以情, 小之以理, 表示大家这么多户人家在一起, 难免有分配不均匀的现象, 但他们已经尽量确保大致上每个人的分配能够做到公平合理的。 可是工作人员是站在大局上考虑的, 杨先生本人则是为自己考虑的。 所以哪怕此时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说得在苦口婆心。 杨先生也不为所动, 在村委会这里碰壁之后, 杨先生回到家, 越想越觉得自己委屈, 可能人钻了牛角尖之后, 永远觉得自己当时认为的就是真理, 就是对的。 杨先生并没有因为村委会给他的劝告, 就打消了要继续索要更多赔偿款的念头。 想到既然拆迁所得到的赔偿款和房产面积, 是按照每家每户的人数以及房子的数量来补偿的。 杨先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, 他竟在回家的第二天, 在一夜之间, 在自家的三层小洋房上又盖起了一层洋房, 让原本的三层小阁楼变成了四层小洋房, 之前开发商给分配房子, 就是因为他们家有着三层小洋楼, 那现在他们家有了四层小洋楼, 怎么说也应该再多分配一些补偿款了吧。 忘得自己连夜加急, 修完了这第四层小洋楼, 杨先生的心里不满, 有些自豪。 他再一次找到了村委会, 开始施工, 这一次, 杨先生更是直截了当, 根本就没有给工作人员有任何可以缓冲的余地, 要么给我两千万的赔偿款, 要么就给我分十套房子。 要是没有这两个东西, 你无论说什么我都不会从国家湾村搬走了。 杨先生的态度非常的强硬, 大有一种我就是在耍无赖, 你又能把我怎么样的架势, 面对杨先生这种无赖的行为, 村干部也非常头疼, 无论是十套房产还是两千万都是一笔不菲的开销。 再拿出这些钱赔付给杨先生, 对于开发商来说,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, 村干部前前后后来杨先生家中供妻子, 并且还与杨先生打过二十多次的电话, 但杨先生始终还是那一套说辞, 幸好杨先生一个人的无理索赔, 没有掀起太大波浪的, 而当地的工地建设也按照计划, 开始夜以继日的开工, 所以村干部和开发商面对着杨先生一家的态度, 他们所能做能够做出来的反应, 也只能够是暂时的置之不理, 而杨先生倒是也不害怕他们的这种态度, 在修建第四层洋房的时候, 杨先生也是做出了一些的准备, 他了解到, 若是想要在这一片土地上开发产业园, 就一定要把这里的住户全部都给清零, 只要有一家住户仍然在这一片土地上, 那么这个产业园区就盖不起来, 也看到过一些报道上,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现了很多的丁字户, 最后大部分的结局, 都是工作人员和开发商妥协, 愿意赔付给原住地丁字户一些补偿, 事情才罢休的, 杨先生自认为自己有的是时间, 和这些开发商和村干部耗下去, 毕竟要在这里建设一个产业园区, 最着急的应该是可以获利的开发商, 只要他坚持一段时间, 想必这些开发商一定会向他低头的, 因此, 杨先生就成为了国家湾村最倔强的一个丁字户, 国家湾村的其他村民也相继搬离了老宅, 住到了新房子里, 周围的一座座民房都被推倒, 只有杨先生的家里的四层小羊某, 还挺立在这片土地上, 迟迟没有动工, 那么, 这件事情的后续又怎么样了呢? 断水断电, 沦为孤岛, 杨先生家周围的其他的房屋, 每天都在动工拆迁, 拖拉机行驶过的时候, 总是发出特别大的噪音, 但是杨先生本人却一点都不觉得烦躁, 他一没事就喜欢坐在门前, 看看别人家的房子被慢慢移为平地, 他家房子周边的石头土块越堆越高, 他坚信, 只要等周围的房子全部被拆迁干净之后, 开发商一定会向他低头的, 可知道周围的房子一户一户地都被移为平地了。 开发商也没有敲响杨先生家的大门, 因为噪音实在吵闹, 杨先生一家曾也搬出去租住过一段时间, 后来因为经济问题, 他们便又返回了家中居住, 但也就是这一次的租房, 导致他家在很长一段时间无人居住, 让当地供水单位给他家的供水系统停掉了, 之后又因为周围工地的施工, 让他家的供电线路也被迫中断了, 杨先生多次来到宜昌市信房局, 请求恢复自己老宅的水电, 以保障他们一家生存的基本要求, 但是杨先生的鼎鼎大名早就被大家所熟知, 因此从大局考虑, 信房局没有恢复杨先生家的水电, 杨先生居住的这一片地区, 生活上也变得越来越不便利, 附近连带着一些超市和其他用品相关的地方, 也通通都被拆迁了, 想要采购一些生活物资, 他们一家甚至需要跑到数公里外的小卖部去购买, 随着这一片土地越来越空旷, 杨先生一家的用水、用电问题, 成了一件最为困难的事情, 每天清晨, 杨先生家都要跑到一公里以外的河中挑水回来用, 家里没有电, 他们一家就只能将就用蜡烛和柴油来维持照明, 但这些都不足以让杨先生感到害怕, 真正让他最为揪心的是, 每逢当地下大雨, 他都要为雨水会不会将房子周边的土石冲垮, 发生滑坡泥石流, 将自家的房屋给一并掩盖了, 所以, 每到下雨天, 杨先生一家都难以入眠, 时常要在丹精手帕中度过这艰难的一夜, 2015年, 国家湾的村委会还在劝说杨先生一家的搬迁计划, 村干部仍多次前来杨先生的家中商量拆迁问题, 希望尽快让他们一家搬离此处, 上门前来劝说杨先生的村干部, 也承诺为保障杨先生一家人的正常生活, 他们会解决好杨先生一家人搬迁前的家庭用水用电问题, 以及在遜期灾害的防治工作, 村委会希望可以用自己的诚意打动杨先生, 最终搬迁至新家居住, 但最终这些都被倔强的杨先生给拒绝了, 2016年, 杨先生一家依然居住在这座孤岛上, 为什么要称它为孤岛呢? 因为在同年8月17日, 一些航空爱好的拍摄者来到了国家湾村周围进行游玩, 无意间拍到了杨先生家的房子, 根据无人机拍摄的照片来看, 杨先生家的房子周边已经堆满了石土, 而他家房子的位置就在石土的正中间, 整个形状就如同锅底一般, 又像是一座孤岛, 孤零零的处理在这里, 放弃自己的倔强,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, 时代的发展, 那些从国家湾村搬迁出去的村民们, 生活也有了巨大的变化, 他们纷纷住上了政府为他们安置的新房中, 日子是越过越红火, 在当地, 在国家湾这片土地上, 也来了众多房地产公司前来投资建设, 如万科, 恒大等国内知名地产公司, 先后来到这里投资建房, 他们的到来, 也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一下子出了名, 每年国家湾村的村民们甚至都能拿到不少的分红, 四下无人指使, 杨先生也在反思自己究竟是做了一件多么荒唐的事情, 因此在2017年, 杨先生终于打算剥挟了, 不再为自己无谓的倔强, 让一家老小跟着自己受苦, 在与当地的开发商抗争了四年后, 杨先生主动找到了国家湾村的村干部, 表示自己对之前的行为表示非常的惭愧, 并且愿意重新接受当初所签订的拆迁协议, 村干部也明白, 自然而然的要给杨先生一个台阶下, 双方都各退一步, 杨先生不再叫嚷着自己, 还有多少的赔偿款了, 村干部的工作人员也明白, 杨先生连夜加开了一层小洋房, 肯定也付出了一定的经济, 于是在原来的款项上, 他们还是决定再多给一些钱作为补偿, 加到杨先生的补偿款里, 这件事情在杨先生的妥协下, 也算是圆满的解决了, 两年之后, 杨先生也像他的同乡一样, 来到了城市里, 住上了政府给他一家老小所分配的新房子, 直到后来, 还有记者专门采访过杨先生的想法, 只见杨先生脸色通红, 挠了挠自己的头, 对折镜头表示自己对之前的那种不理智的行为, 深感惭愧, 更是希望大家不要学习他的行为, 以他卫健, 任金灵女士的坚持, 且是随着社会的发展, 城市规划建设必不可少, 很多地方都有可能需要拆迁重建, 而像杨先生这样, 倔强的丁字户, 也绝不止杨先生这一例, 也不是每个人都是为了利益, 才变成一个丁字户的, 更多的可能是迫于无奈, 才变成了丁字户, 例如, 远在河南郑州东市马村的人金灵女士, 2007年, 全国各地都在发展, 河南当然也不例外, 可是河南的人金灵女士, 是无论如何, 也不愿让那冰冷的拖拉机, 把自己的家移为平地, 无论开发商对其许下了数十亿的赔偿金, 作为馈赠, 他就是不愿意把自己的家给拆了, 哪怕自己能够得到一笔巨额的赔偿金, 这就不免让人疑惑了,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, 能让人金灵女士如此的不通情达理, 而随着社会大众的深入了解, 才明白在任金灵女士的眼中, 觉得除了钱之外, 更重要的是民族文化的传承, 任金灵女士当时已经有六十多岁了, 她和这个房子已经走过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, 从进入任金灵女士家里的那一瞬间, 所有人都仿佛置身于古建筑之中, 任金灵女士向外人介绍, 她家这套房子是从清朝乾隆年间就传下来的, 距今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, 房子中还有很多地方都维持着古香古色的装修风格, 房梁上出处都是雕兰花洞, 其中的雕刻记忆十分惊喜, 可以看出古诗匠人的匠心独具。 任金灵女士表示, 如今这套房子已经传承到了她手里, 已有了期待, 自己的祖父和父亲临终前都曾郑重交代, 让晚辈们要守好祖上留下的这份家业, 所以无论如何, 她也要再继续传承给自己的子子孙孙, 让后来的人们都能看到当年的古式建筑, 而在拒绝拆迁队的拆迁之后, 任金灵女士也做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, 她把这套祖祖辈辈传下来的, 具有二百多年历史的清代建筑风格的老宅, 开放为一处景点, 让来往的游客进行参观、 学习。 这都是免费的, 从不收取客人的门票。 任金灵女士觉得自己真正的意图是在分享, 而并不是敛财, 所以只要有天南海北的客人来到她的古宅参观, 自己都是十分开心的, 她甚至还把家里的一些老物件专门展出, 让大家看到历史的沉淀, 任金灵女士认女士的做法无可厚非, 后当地的文物部门十分重视, 专家们一致认为老宅主体保留十分完整, 是难得的清朝中版清明居, 于是, 在2009年, 人家大院被列为了郑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, 后又经文物部门的再三审核, 将人家大院更名为天祥博物馆, 现代工业需要发展, 有很多地方也需要拆迁重建, 但是有一些地方可以拆, 有一些地方不可以拆, 像任金灵女士的这座古宅, 已经属于中国古代匠人的智慧结晶, 以及历史的见证, 而她坚持不拆访, 并把这套房子免费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观, 让更多的人了解过去的历史,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, 世间万物都是复杂的, 不能用相同的眼光来看待不同的钉子户, 拆迁的目的, 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城市越变越好, 越来越符合现代化发展的潮流, 虽说作为一个在法律上独立的个体, 我们可以不选择从自己生存了很久的地方搬离, 是自己的自由, 但像任金灵女士这样, 守着一所文化古宅的人还是少数, 大部分的人其实还是像杨先生一样, 只是居住在一所非常普通的住宅, 而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公民, 理所应当为社会服务, 为整个大局的发展而努力, 作为一个的小齿轮, 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, 让我们生活的社会变得越来越繁荣美好。